哈囉我是Kiwi 今天我是 今天是晚上錄 所以燈光跟之前不太一樣 然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七八月的愛用品 這個其實我之前就已經錄過一次了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檔案不見 我有一天連續錄了五個影片 然後因為中間記憶卡有滿 所以我過檔案過完之後 然後後來要剪輯的時候發現 我第一次過卡的檔案都不見了 然後也找不到 所以我有兩部還是兩部半的影片都消失了 所以要闖牌 那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主題是 就是七八月愛用品 那我今天好像比較邋遢一點 因為我剛下班 然後晚上錄的 想說因為七八月已經出了有點久 現在都已經九月要快要九月底了 這次比較多彩妝品 那我們就先從非彩妝的開始好了 這是芳科的媒體錠 然後這個我在大約2014年的時候有吃過一次 然後這個還有出加強版 跟深綠色的好像也是比較加強 還有黑色的 它的作用是阻斷你吃東西的糖分還有脂肪 就是讓你吃的東西比較不容易吸收 然後就比較不容易胖 剛開始吃的時候 那時候想要減肥 但是我剛開始吃的時候 我還沒有開始運動 就想說那我先吃吃看看它有沒有效果 結果我大概吃了兩三個禮拜 我發現我肚子有比較平坦一點點 然後我才開始努力運動 結果瘦下來還蠻快的 剛好我朋友在做代購 忽然又想起來說 欸好久沒有吃這個 所以我又請他幫我從日本帶回來 幫我代購的朋友的訊息我會放在下面 就是我都是跟他買的 然後再來是 這個也是跟他代購的 這是SUKU的睫毛夾 那我很喜歡他的原因是 我覺得我使用它之後我的睫毛真的不會 比較不會掉 那睫毛本身就是會自然脫落 但是我覺得我用了SUKU睫毛夾 就是我一開始覺得他好像沒什麼太大的特別 用了幾次之後我發現 他其實真的比較不會掉睫毛 對 所以 我最近還蠻喜歡用他的 那他的這個比較平一點 是比較屬於亞洲人適合的眼型 然後他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比較不會掉睫毛 他的這個膠條是平的 你們有看到嗎 他的膠條是 是平的 那我們平常的膠條可能是會有點凸起來 有點圓弧形的 那他的膠條就是上面這一面 接觸睫毛這一面是完全是平的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防曬噴霧 這是CONLABOR的防曬噴霧 然後 我買這個顏色是有味道的 但是我看不懂它是什麼味道欸 就是一個很舒服的香味 它不會到太香 那這個的話我是會拿來噴臉 就是 我平常在 上班 然後中間要出去 比如說去吃午餐什麼的 我就會使用它 然後噴我的臉啊 然後我的脖子這邊 然後還有我的手 對 如果穿短褲就也會噴腳 就是我會隨身攜帶 就是它很方便去補你身上的防曬 再來 我這次要跟大家介紹的彩妝品 就是我喜歡 我自己喜歡用的 呃 總共有兩個組合 拍影片前 故意沒有補妝 我就是想要用這兩個組合 直接上妝給你們看笑 我先給你們介紹組合之外的東西好了 這個是Maybelline的 喔 這個是Maybelline的眉筆 那它的全名叫做 宛若真眉靈技巧柔滑眉蠟筆 然後我用的顏色是BR1 是濃郁深棕 那我不會拿它來畫眉毛 因為我覺得它非常的粗 那我最近喜歡用它是 我喜歡把它拿來畫我的 這個 叫鎖骨 因為我本身是原生 比較沒有什麼鎖骨 那如果我有時候想要穿平口的 就是整個肩膀都露出來的 我就想要鎖骨看起來比較明顯一點 然後這個我也會拿來畫這個輪廓線 鎖骨它這邊有個骨頭是白的嘛 那上下兩邊會凹陷 那我就畫上下兩邊 然後白的地方用打亮 接下來就是兩個組合 那我先說一個組合是夾彩好了 這次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最喜歡用的就是鋪空陰霧粉 然後我是買這個benefit的夾彩盤 那這個我之前有拍過開箱影片 那我會再把資訊放在上方 下方資訊欄也會有 這邊 然後這個是我最喜歡用的benefit的蒲公陰蜜粉 它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粉紅色 我現在臉上就是使用它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粉嫩的粉紅色 就是很適合春夏天使用 然後各個年齡層使用 我都覺得非常好看 那通常我在家的話 我就會使用這個 再配上其他這三個 就是我近期的愛 然後如果我出門的話 我就會配上這個Visee的 這個是Visee的腮紅 然後色號是OR6 這個一樣我之前有拍過影片 那我會把影片資訊放在下方資訊 上面這邊我也會放 你們可以去看我之前影片的試色跟文化試妝 我有把它試在臉上 那我平常因為benefit不好帶出門 所以我就會帶這四個 首先我就會先上完腮紅 那上完腮紅的話 我就會把四個顏色混合在一起上完 用它裡面附的刷子上完之後 我會直接用它裡面的刷子上完這四盤夾彩 然後第二個步驟是這個VDL的腮紅 這是粉紫色色號是301 這個 這個粉紫色它的顏色不是說非常非常的明顯 但它可以讓 它的臉頰會呈現一個透明感很漂亮 會直接把它疊加在我的臉部的上方這一塊 讓它呈現一個比較透明感 這個方式就是這個上妝的組合 其實我也在另外一部片有介紹過 你們也可以去看我另外那部片是怎麼樣上妝的 好,那上完這個第二步驟之後 我就會上這個 Too cool for school 的修容盤 它修容盤顯色度算是比較輕 那我覺得它很適合修容的新手使用 然後它這個顏色也是不太偏黃也不太偏紅 所以它畫出來是很自然的陰影色 那我平常出門的話 我的鼻影也是會用這一盤修 那就是混合 我會混合這三個顏色 然後直接上在點夾下方這邊 我本身臉型就算比較圓潤 所以我不會去修出一個很清楚的顴骨的線條 好,在這邊 就是我只是想要讓我整體的臉看起來 是比較縮小一點點 然後比較立體一些的 因為有時候剛上完粉底液啊 全臉的膚色是一樣的時候 看起來臉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平面 完容之後我就會使用這個 那我現在已經修完鼻影 所以我就不修鼻影 就直接使用打亮 打亮是NYX的獨角獸 魔幻光打亮粉餅 我用的色號是01號 好,這個它會讓 它是一個獨角獸的偏光 然後它摸起來質地比較特殊一點 比較creamy 有一點點像 有點滑滑的一個粉狀 然後它顯示出來的光澤是有點藍藍滋滋 然後有的地方會跑出一點點粉紅色那種感覺 就是獨角獸偏光最近很紅的 那我會直接拿它做全臉的打亮 會先從鼻子開始修 然後鼻子用量不要太多 就這樣一點點 然後我會點在這邊 然後把它掃開 我把這邊調暗一點 你們會看得比較清楚 上去之後它整個 立體度就會跑出來 然後這邊 眉骨這邊我會帶一點點魚粉 剩下的就帶到上面這邊 那我掃開之後 你會發現整個臉部的輪廓非常的立體 這邊就是脫出來了 然後我再上 接下來再上臉頰 蘋果肌這邊的光澤 然後 然後 看我現在下巴還沒修 我現在修完 下巴 跟我的唇風 就會非常的突出 看我畫完 我的下巴立刻 這兩邊 凹進去 然後這邊突出來了 非常的厲害 這些就是我 近期 喜歡使用的 化妝品 夾彩部分 的組合 然後接下來就是唇部的組合 唇部組合是這兩個 第一個是 Kiko的 Creamy Lipstick 那我使用的色號是 104號 它是一個 橘 有點橘的 裸色 它沒有非常的光澤 但也不算是霧面 就是正常的 Creamy的 一般的口紅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是 Opiu的 Color Lip Pencil 然後它是 Satin系列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柔霧光 這個顏色是 RD03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顏色 那我剛剛也是 刻意沒有補唇部 我就直接補妝給你們看 讓你們看它這個組合 呈現出來的效果 它是一個裸色 其實它跟我的唇色還蠻接近的 然後它的 味道跟MAC的口紅超像的 是一個香草的味道 使用完之後 我就會拿這個Opiu的 Color Lip Pencil 畫一圈在裡面 然後抿開 下方不夠 再補一點點 然後如果不均勻再用手指拍開 讓它做出一個很像咬唇的漸層感 這一支我覺得它呈現出來的血色 是很好看的 它不算 它算是 比較深的紅色 但是還不到酒紅色 然後它就可以讓 上唇比較明顯 它可以讓 它跟這個橘色的裸色 變成一個很漂亮的漸層 這邊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漸層色非常的好看 所以這個就是我平時 喜歡用的 組合 組合 那有時候我會直接單用這個 好 以上就是我這 七八月的安用品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 好 請問大家 新冊 擔心 什麼 小龍 小龍